那当然我们可不可以来去分析这个2012年的行动通讯业务用量 当然可以 可是 可是我接下来要告诉各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这个总计吗 例如说各位可以看出来 2012年1月 2012年的1月 2G是700将近800万 然后2G 台湾大哥大是300万 中华电线是800万 远传是300万 有看到吗 那我们需不需要额外知道总计 我们需不需要知道这个总计 答案是不需要 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这件事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我们进来这里 就是新增一张资料表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筛选 对 这边有筛选 那我们刚才资料来源的这张资料表 这边也有一个所谓的筛选 哇 他把这边的筛选真的是拿掉了 好吧 那既然他把这个筛选 因为本来是想让各位了解 两边筛选是不一样的概念 好 不过他把这边筛选拿掉 我觉得也是对的 应该是要 讲的是数据清理 就是TablePlate里面的筛选 跟我这边的筛选 跟这边的筛选是不一样的意思 因为TablePlate数据清理那边的筛选 他就不会再把总计这些资料带进来了 好 就可以节省我们这边分析所需要的一个空间 那这边 这边如果资料已经带进来 你再去做筛选 只是影响到现在的这张视觉画图表而已 我应该举什么例子呢 就是 例如说好了 打疫苗 快筛这件事情 假设今天入境 每一个人都做快筛 跟什么 疑似有症状或接触者 再去做快筛 这会影响影响的层级是不太一样 好 那当然啦 当然 建议各位 PowerTable这套软体 它绝对可以做统计 所以通常我们在资料进来之前 就是在做分析之前的数据清理 我就会直接把小计 总计全部都拿掉 根本就不需要参与计算 而且你参与计算很有可能会变成 假设你取平均值 这都是错的平均值 您说是不是 就是我们应该是 应该是要把2G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知道 就是说统计日期的总计 就是2012年1月的总计 那这三个应该是叠加在一起呈现的 也就是说这个应该呈现的是 那个1400万分之800万 那个比例我觉得才比较有意义 而不是这个总计 因为你总计在这个地方 当然可能我们不需要去算那个平均值 我们只需要去算这个总计 可是你把这个东西的总计也加在一起 请问到时候会不会产生困扰 当然会啊 那你是不是干脆就把这个总计 全部都先清掉 好 我现在就要讲这件事